现在我们用函数的导数来研究函数本身的性质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函数的增减性 我们说函数是单调增加的 我们说fx是increasing 它的意思是fx2或者fx1小于小于或者说是有时候我们说等于fx2 对x2如果大于或者是x1小于x2的时候 那么fx1就小于fx2 然后严格的这是严格的单调 严格的增加 如果是严格的增加的话 那么一般的情况 一般如果说是要等于耗的话 它就不是严格的增加 这是我们本身的定义 我们就用严格的增加来说吧 那么它如果是decreasing 那么它的定义是fx1大于fx2 fx1小于x2 后面的值大于前面的值 那么从图形能上来看 这是increasing 这是 也许 也许 也许它会 它会是这种也是increasing 这是increasing 那么 那么decreasing 它可能是可能是这种架 它也有可能是 这种架 这是decreasing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定义 这个定义以后 我们怎么样用导数去判断 它的函数是单调增加 还是单调减少 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定义 如果fx的导数 它是大于0 那么我们就说fx是increasing 或者说把它用符号来表示 是表示用个往上的箭头 如果fx导数小于0 那么fx是decreasing 或者说我们把它用图形来表示 就是表示把它用个写朝下的箭头 这个证明比较简单 fx的导数 它是limit h区间于0 这是fx加上h 减去fx除以h 这个是大于0的 那么如果fx大于0 它的导数大于0 那么它有两种情形 第一种h如果小于0 那么也就是说fx加上h 减去fx除以h 这个是大于0 它导数大于0 它导数大于0 这个大于0 而h小于0 所以就说fx加上h减去fx 这个是 这个是大于0 所以这个是小于0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fx加上h减去fx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fx加上h减去fx 是单调减少 是单调减少 在哪个地方呢 在x加上h到x这一段是单调减少的 如果h大于0 那我们知道fx加上h减去fx除以h 这个是大于0 当然h大于0 两边乘上h嘛 那么因为h大于0 两边乘上一个正的 它不改变这方向 不改变不同的方向 所以是x加h减去fx 这个是大于0 所以fx加上h大于fx 那么 因为x加上h大于x 所以fx它是单调 不是 这是单调增加 因为小的小的类部分 当x加h小于fx的时候 这个小于这个 所以它是单调增加 在这里大的 大的那部分 大于小的 所以这也是单调增加 所以整个就是单调增加的 可以 可以 这个可以写成方括好 那么 同理 如果h 如果是 它的导数小于0 那我们完全同样的方式可以推倒 那我们完全同样的方式可以推倒 那么 这个东西 这个要判断它的增加和减少 就非常简单了 不用我们以前利用各种不同式来放缩 去证明函数是增加或者减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 y等于 我们可以看一下立体 y等于5加上12x-x 的地方 我们找出它的增加区间 那我们可以看y的导数或者是fx导数 我们可以写成这是fx的导数 我们 要找出它大于0和小于0的地方 在哪些区间它是大于0 哪些区间是小于0 那我们来看 它的导数就是12-3x平方 我们可以提个4出来 提个3出来 那么就是4-x平方 那我们要找它大于0和小于0的点 那我们只要先找出它等于0的地方 不是等于0的地方 要么就是大于0 要么就是小于0 如果它等于0的话 我们得到x等于正负2 那我们怎么样去找它的增加区间呢 那我们看到这是正负2得到是等于0 那我们要找它的增减区间 我们就把正负2 画在数轴上 然后这两个点把这个区间分成三块部分 分成三个部分 那我们在每一个部分看它的导数的情况 导数是大于0还是小于0 从而可以判断出函数在这个区间上是增加还是减少 那我们看x小于-2 那么x平方就大于4了 所以x平方大于4 那么4-x平方就小于0 所以这是负的部分 那么在这一部分它是减少 那当x介于-2到2之间 如果你不确定它的符号 那我们只可以在区间上任意取一个值 也就是说小1-2的话 你令x等于-3 那么-3的平方就是 94-95-5 -5乘上3 那就是负的 所以这是负的 那么在正负2之间 你取x等于0的话 那么就3-4-12 这是正的 当然x在正负2之间 它的平方是小于4的 所以这部分是增加 然后我们当x大于2的时候 x平方也大于4 所以这部分是负的 所以是减少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是fx is increasing 再来一部分呢 是在负无穷大到负2 并上从2到正无穷大这两个区间 好fx is decreasing 这是从负2到2 这两个都是开区间 因为在正负2 它是增减变化的点 这是我们利用导数来判断函数的增减性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题 我们设fx 它是等于 好x平方加上2分之x 那我们找出它的增减区间 好x平方加上2分之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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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来去求导数 我们先看它的导数 我们找increasing,decreasing 那我们要先看到它的导数 大预理还是小预理 当然如果是有不存在的点 我们也要给它找出来 因为导数不存在的点 也是给区间分了一个区域 那我们先看它的导数 是x平方加2的平方分值 x平方加2分子的导数是1 减去分子乘上分母的导数是2x 所以是x平方加2的平方 那这是2减上 x平方-2x平方 所以是2减上x平方 那我们看它导数等于0 那我们得到x它等于正负根号2 那我们一样的画图 这是负的根号2和正的根号2 那么在小于负的根号2 我们例如说选一个负2 负2 2减4 所以这部分小于0 分母永远大于0 所以fx在这一部分是单调地减 在负根号2到根号2之间 那么x等于0的话 这是正的 这是增加 这部分是负的 是减少 所以我们一样的fx is increasing 这是从负 这些是不是前面写反了 这是decreasing 或者increasing写反了 这是decreasing 这是increasing 增加的话是一届倒数大于0的地方 那么是负的根号2 我们写在这儿 负根号2和根号2 decreasing 它是在负无穷大到负的根号2 并上根号2到正乎穷大 这就是我们函数的增减的判断的方式 那么通常我们要找出导数等于0和不存在的点 我们说是导数等于0的点 或者是导数不存在的点 那么找出来以后 可以分成几 然后再用这几个点把整个时数轴分成几个区间 在每个区间上考虑导数是大于0还是小于0